嗨 歡迎收看週末黑手檔 然後我們之前有做過一台折床啊 不過那時候 影片上傳的時候有一個人說他很喜歡 所以我們就只好割愛給他了 然後之後我們又過了一段時間 上次我們不是做了粉碎機 有做了一個箱子嗎 然後我那時候要切那個線的時候 我還用那個砂輪機去把那個畫出那個線 然後才比較好 折出我那個形狀 而且我們那線其實也沒有割得很直啦 所以我這次就想要直接做一個新的折床 然後所以我就是在網路上買了這個刀具 這種折床用的刀具 它這個角度是86度 所以它應該是 折下去之後剛好東西就是會彈回來的時候 應該會變90度吧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然後這個東西非常的神奇 像我買的這個寬度啊 它是835 像它這個扇膜啊 它這個寬度啊 它就裁了10mm 15mm 20mm 40mm 50mm 然後100mm兩片 然後再一個200mm跟300mm的 然後它這個數字非常神奇喔 如果以5的倍數來說 它只有兩個數字折不出來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在下面兜看看 去嘗試看看 到底是哪兩個數字是兜不出來的 如果知道的話可以在下方留言 因為我們要做折床之前我稍微 上網看了一下 別人做過的經驗 我大概看過了有兩種 一種就是千斤頂在下方 然後這個 下膜往上上升的 但是因為就是東西 有時候大片的時候很重 你用那個有一點麻煩 所以就會有另外一種就是 刀具洞 但是刀具洞的話它的 千斤頂是在上方 要這樣子搖它才會這樣子下降 我覺得這樣弄起來好像不是那麼好操作 所以我又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我千斤頂放在下方 然後我這有一個大框框 我直接千斤頂去頂著它 讓它往下降 我的框框往下降就等於上方是 往下 這樣子應該設計起來應該效果會不錯吧 首先第一步我們先決定 我們要做多大 因為這835然後我們要再加上左右的那個 四角框框 大概寬度跟長度大概會做到1100跟 200的這個尺寸 但是如果我直接像這樣直接做成一個正方形的 車車的話因為 200這地方有一點窄 可能怕重心不穩的時候會倒下去 所以我這次會做成這樣子斜斜的 讓下方的面積 變大 這樣子比較不會有那個重心不穩的感覺 好那我們就先來做我們的架子囉 好再來我們要加工這一塊 不過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我要鑽的 孔子這邊跟這邊 這兩個中心距大概980 然後我現在如果把它移來這邊加工 這邊在加工的時候可能就會往這邊撞過去 如果我移來這邊 那直接就撞牆壁了 我要好好想一下要怎麼做 其實有一個比較快就是把機台拖出來 可是我現在不太想動 知道我們等一下就是 我們等一下就把它夾成這個樣子 然後就可以循這邊 然後再把它夾緊 再來鑽這個洞 然後我們就先來把這個先固定起來 好了我們把它固定上去了 不過現在 懷疑的是啊 它到底動不動得了啊 我們先用手輪先看看它能不能動 哇很奇妙的會動 好那我們就先來調整中心點 好本來還擔心沒辦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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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結果我們還是把它做完了 再換過來另外一邊 我們在同樣的操作就可以了 好本來 先 Wal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啦,這個我們架子已經把它整個 把它黏好了 不過這樣黏起來會有個問題 就是到時候我們裝起來一定會非常的重 所以到時候可能會移動不了它 所以我打算再做四個輪子 本來是想說用那種四個活動輪裝上去就好了 不過因為考慮到它那個荷重 我這用起來應該是一百多公斤是跑不掉的 用一個桿子從這邊穿過去 然後我頭尾再做一個可以支撐桿子的弓箭 把它黏在這邊 這樣我輪子就可以左右推了 然後我們就先來做支撐輪子的架子 好,我們去加工那邊已經把這四塊把它做好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是把它翻過來 然後那一個地方把這些地方敲進去 然後我們再繼續做 好啦,這樣子我們這個輪子的支撐架好了 然後我們再去車兩根柱子把它插過去 那個人的水會用沒有要來 海港的印象 我們還是要去 我們是怎麼打兩根柱子 來,要去 我們走來,那麼ерш尾 我們走來,就離棋osed 我們走去 我們走去 你們走去 我們走去 我走去 我們走去 我們走去 從來,走去 我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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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隻我們好了 我們再把它穿過去 然後等一下再把它焊接起來 我們這下面的架子已經搞定了 也有這個輪子可以這樣子前後了 這好我們就來開始處理上面的東西了 這就是這次一步 再次裏蓋面 還要再裏蓋面 再裏蓋面 我們跟二個營店 來裏蓋面 壓在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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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啊剛剛我稍微試組裝一下之後 我發現我這樣凸出來的牙 這樣羅姆只能鎖一個 我覺得這樣好像不太牢固 所以我打算這裡再洗一個U 那大概5mm深之後 我可以再鎖兩顆螺母 這樣應該會比較堅固一點 那我們就來繼續加工了 驢,驢,驢 驢,驢 驢,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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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终于这一堆 不要看这些零件好像没什么东西 其实我搞了快两个月啊 而且其中还发生了一些问题 首先我们在挖这个的时候 因为这个太深了 一般的洗刀没有那么长 那种舍弃式的马达要很有力才能洗得下去 所以这个有速度只能放很慢 然后就慢慢洗慢慢洗 然后洗到之后我们再用 躺孔把它躺起来 然后我这边也要再挖一个这个 要把这个插进去 所以这个洞也是挖很久 这个是中炭啦 所以我们就是用 慢慢挖慢慢挖 花了很多时间 老观众都知道我们只有六日才做啊 所以这个弄了两三个礼拜才要把它搞定 但是这个还好 这只是很花时间而已 然后这个也没差 因为我们车槽没有那么大 所以这两根柱子 我就直接叫外面的帮我车起来 然后再来就是这两只 真的是搞了很久 然后又发现有问题 像我们这个在加工啊 床台的行程不够 所以我只能分三次加工 然后我第一次加工是没问题 因为是抓这里平行的 所以是加工这边的宽度是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万万没想到 它一加工下去之后 因为这边消失了 没有硬力 所以它这一只整个往上弯 然后还有往下弯 整只都弯掉 我们也没注意 也是继续把这里加工完 就是抓这里平行 再来加工这边 抓这里平行再来加工这边 然后结果整个要组装的时候才发现 这一只整个是歪掉了 这一只也一样 因为我们是加工这一面嘛 这边加工完硬力都消失后 所以要整个往下 我们这一块我又夹在虎前上啊 那时候就觉得怪怪为什么 洗完之后这两边 在惊喜的时候都洗不到 原来是它在加工的时候 已经中间翘起来了 然后左右往下 所以刀子在跑的时候 或者是只有跑这里 所以后面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就赶快去找那个 能帮我们把它整平的厂商 所以这两只加工起来 我又花了大概四个礼拜 然后因为我们发现歪了之后 又去找厂商 我们又花了一个礼拜才把它搞定 这个的整平过程 我把它录起来 等一下可以来看一下 对不起 谢谢 谢谢 咱们 这就是我 没有人站好 有点 哇 对不起 我 有点 咱们 嗯 你 咱们 所以光這些零件我還沒做到我們的本體 我們就已經搞了我好久的時間了 再來因為我們架子上次也已經黏好了 所以我們就來把它組裝起來 這個弄好我們就要先放上線性軸層 我們先把它鎖上去 我們要裝這線性軸層之前 我們還是要把油上在這個珠子上 因為它現在有那個聲音 搖一搖有聲音 所以我們先填一些牛油在裡面 好 好 哦 沒什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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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的这个折船是反的 正常是油压缸从上面压下来 但是如果油压缸从这边也不对 你这样是模具会上升 我设计的时候就好像想说 我比较想要刀具下降 所以我这里就会做一个横杆 然后千斤顶在这边 所以这边往上顶的时候 这个座就会往下 那再因为我们要组装的话 我们要先把这一根横杆先装上去 可是如果在这个状态下非常难组装 所以我们先用千斤顶先放着 先把横杆先跨上去 然后我们再来组装 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继续组装了 好我们这横杆弄好之后 这好我们就要把这两根柱子下去了 不过这一个人用实在太危险了 然后我们就请人帮忙扶着 好这样我们下半步就完成了 这样我们又来组装我们的上半步 然后再来我们上半步就比较当成 我们就把这两块装上去再装上去就可以了 好啦我们这边用好了 因为我们说油压缸要在这边 如果我们直接油压缸就放在这里 整只就掉下来 没有人把它撑上来 原本我的第一个方案是在这里 用一些勾然后用拉伸堂皇把它拉着 然后承受那个力量 可是我找不到行程那么长 然后强度又是可以达到我要的公斤数的 所以我们只好换另外一个方案 我现在就是在这里装两支氮气缸把它顶上去 所以我这边就先再做两个氮气缸的支架 所以我就先来去做那个氮气缸的支架了 然后再去装扫地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再把它鎖上去吧 這個一支氮氣缸有600牛頓 所以我這樣子手是不可能壓得下去的 我這樣行程還不對 所以我先用千斤頂先把這個頂上啦 喔過了 好的很好 好我們這樣氮氣缸已經 裝上去了 不過喔如果也只是這樣子的話 也有可能是歪的 所以我們把它稍微用腳趾抓到垂直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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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y 好,那我們氮氣缸就這樣把它裝好了 然後我們就要把千丁點放掉 看它能不能承受出它的重量 好,然後這樣子這個氮氣缸是能承受出它的重量的 那我們踩上去看看有沒有用 因為我只有60公斤而已 好,效果非常好啊 那我們就來做後續處理了 好,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就是在千丁底下打洞 然後這裡再用一塊板子 可以讓我們的千丁底固定在這邊 然後我們就來做那個零件了 我吃了很多了 我吃了一이� пой 大家不會 詞曲 作曲 編曲 編曲 再來我們就是要來做這個把這個刀片可以壓住的壓板 讓我們刀片才有辦法做調整 所以我們先來做這個刀具的壓板 把刀居合來放下來 我們把我們放開 這個刀 comes right 這個刀是不會有刀的 再把刀也能把它接近 這個刀也能夠讓大家看 很難看 把刀還滿來 這種刀還是會有靠晚時間 它這一個刀還是一些刀 好 好 我們這些壓板好了 然後我們就來 把刀片裝上去 然後再來把他壓起來 好 再來我們刀片的這樣壓板就用好了 然後那個下面的V型塊 我們再把它裝在下面 然後我們就會把這個放在這邊 然後我們把我們那個下面的V型塊把它排好 然後等一下下來對齊的時候 我們再把這裡點起來 然後我們把刀片的位置都已經確認好了 等一下就把它 把這一塊橫桿把它黏在上面 然後我們就繼續焊接啦 好啦我們這樣已經把它完成了 我等一下用等離子啊 割一個類似控盤的 這個形狀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摺四刀看看效果怎樣 那我們就先來切割它了 好啦 我已經切個這個形狀出來 這個是為了 避免我在那邊畫線畫歪 我就先打一下 這個還要再試一下效果 那我們先摺這個看看 來換第二刀 好我們這兩片已經摺完了 如果你直接這樣下去 這個轉會撞到它 所以我們要把刀片調整一下 到這個的寬度 好我們就來拆刀片了 哇 好像可以耶 看起來就像真的一樣耶 哇 那我們這裡再稍微補一下料就好了 那我這裡再稍微補一下料就好了 真的是有夠厲害的 哇 好啦 我們剛剛用那個摺床把這個東西 已經摺出來了 這個東西已經摺出來了 效果非常的好啊 整個用起來就像 看起來就像真的一樣 好這個是我以前用那個 那這個用起來就像真的一樣 一個舊版的摺彎機器用 就是這裡摺起來會有一個很大的圓角 然後這個摺起來 哇 這個R角非常的小 然後趨近於快要垂直的狀態耶 然後從這邊看起來 這個圓弧就是非常的 R也是非常的小 然後這個整個就是一個 超大的圓弧 第一代跟第二代整個做起來 這個圓弧角真的是差的有夠多的啦 總之這次就是改造的蠻成功 只是在那個加工上啊 會變形真的是 做的時候從來沒想過的事情 都以為加工起來 然後就是很乖的就是 形成了一個形狀 然後這次有幾個可以改善啊 就是這個刀片的放置啊 我覺得下次這一隻 我就不要加工那麼多 我就變成直接靠著這裡 然後這裡再做一個壓板來壓它 這樣我就應該就不用再挖那麼多的深度在裡面 因為如果我們直接這樣子然後這裡鑽洞再用壓板 等於這一隻也就不會再變形 我就不用再多花一點錢去 剪人家把這一隻整直了 然後當初這個 在設計的時候 我是做了一個 柱子然後這個做了一個階層啊 我後面做完之後發現這樣不好 一來是這一塊我們要挖兩層 就是要做兩層的位置 所以後來我覺得是直接用這種柱子然後頭尾車牙 然後這裡用螺母去把它固定住 這樣一來又可以固定你的高度 可以調整到正確的位置 不然像這樣子浪費了很多時間在挖這個 因為如果整個挖通過的話 會長很多時間 然後這個如果下次的話 我應該不會挖這個左右邊 我下次應該會直接從中間挖過去 我再放一個平行鍵上去 可能就比較不會變形吧 可能啦 總之就是這一次我把它折床做起來 然後整個心得 這次真的做得有一點久 所以影片這次真的上得有一點慢 要見諒我們沒有停更喔 好那我們這影片就到這裡囉 謝謝觀賞 不改變 網站 不改變 快點 一人 conse 快點 我